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要如何来保护我们的海洋 当然每一个人的思维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今天在线上的小朋友 就是来自沙秀华小四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听听四年级的孩子 他是怎么样做到 或者是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要如何来保护这个海洋 线上的四位小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四位小朋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保护海洋 我不晓得谁先要说 但是老师就很鼓励大家 有话就要把我机会说 把你的想法脑力激荡 把你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学习的一环 四个都举手了 很喜欢举手就等大家来叫他们 那我先来点一位 待会再游葳葳来点 我就先来点志昊吧 志昊你来说吧 我们可以尽量不让那些人 包括我们自己 把垃圾瓦勾起小河和海流丢 我们有垃圾就应该丢到垃圾桶去 所以从这个点我就听到 应该是说我们不要随手乱丢垃圾吧 要把这个垃圾丢到垃圾桶去 但是也想问一下葳葳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做到 把垃圾丢在垃圾桶 把垃圾丢在垃圾桶 这跟海洋真的有关系吗 老师也是垃圾 如果你随手乱丢的话 你一下雨 然后那个雨水就会将这个垃圾 顺便带到小河 冲冲冲去到海洋了 如果是在垃圾桶的话 那有垃圾处理员将垃圾处理好 这样至少它不会到海洋去 这样线上的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线上的小朋友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吗 认同为什么你会认同 你只有点头点头 之后你说的这个点你来补充一下 为什么你认同这个说法 为什么你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海洋的话 海洋会造成污染 到时海消爆发 对 那个是后果嘛 这样我们要如何做到呢 你跟你说认同垃圾要丢进垃圾桶 对不对 所以除了这个动作 我们还有什么动作可以做的 来保护这个海洋吗 云影 来 云影先来说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点子抛出来 一起来想想看 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做到 保护这个海洋 来 云影你来说 我们可以在海边野餐的时候 要回家的时候 可以记得把那些东西收拾好 所以不会让海浪冲进大海 意思是说野餐之后 我们要懂得收拾 有时候就收拾 就收收下就走掉了 有一个动作觉得要提醒一下 走之前要加多一个动作 就是回头望一下 还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这样才可以确保 你使用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你使用的这个公共场所 都可以把它整理好 对不对 谢谢云影的想法 就是使用了这个场地 要把它整理好 要把垃圾带走 这样或者是把它丢到垃圾桶去 才不会造成 可能海边也有一些动物 它会去找食物 去挖那垃圾 也会造成这个海洋的 这个污染也说不定 好 来 芷姨你来说 好 如何把垃圾团 好 芷姨 我们 我们可以 看 如果看见 有人乱丢垃圾 丢去地板 不丢进垃圾桶 我们可以提醒他 叫他不要这样子做 对啊 就像刚才 会不会乱丢垃圾 老师提醒我那个动作 对吧 看到人家乱丢垃圾 你要去提醒他 对对 那小朋友 如果你看到大人乱丢垃圾 你这个小朋友 敢不敢走前去提醒他 你会敢吗 你会敢做这个动作吗 我觉得大人会觉得惭愧 如果小朋友点出他做错事情 如果大人在丢 小朋友在旁边提醒的话 可能感觉到不好意思吧 对啊 所以我们除了要提醒别人 更重要是要提醒自己 自己不要做 当自己都做得好的时候 每个人都把本分事做好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海洋会很干净 对 会很干净 所以你们几位的想法 老师都觉得非常棒 很有这个想办法 要来保护这个海洋 想办法要来爱护这个大自然 还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一层 我们想到的很多都是个人的部分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 来保护这个海洋呢 来一层 我们要从小培养良好的意识习惯 环保习惯 不要乱丢垃圾 然后丢垃圾时也要分类 就是要有这个环保意识 对不对 公民意识 环保意识 爱护这个大自然 要从小就要去培养 从小就要被提醒 这个想法很不错 垃圾分类也很好 这个概念 对 刚才一层有提到说 要把垃圾分类 那至少我们可以减少 这个地球上被丢弃的这些垃圾 够后再循环 再使用 这间接中也是来爱护这个大自然 爱护这个海洋的一个动作 小朋友 刚才你的这个想法 老师听了 就觉得站在四年级小朋友的角度 会说出这样的一个点子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我们要跳出这个框框 我们想远一点 或者说我们想到大人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的社会可以怎么做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你想想看如果是大人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士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不要用这么多数量垃圾可以吗 还是微微有什么想法 我们要可能那个饭盒 餐盒 我们可以重复再用啊 再循环啊 这也是一个想法哦 我看到你身后的小朋友都在举手 可能他们有话要说 来我们把握时间 我们请这个旨意你来想一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牌子 然后粘上去跟人家讲 不要乱丢垃圾 就是一个牌子来提醒大家 不要乱丢垃圾 就让他实时提醒啦 想丢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子 可能说要停一下 要注意一下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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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诚也举手了 一诚你想一下 如果是大人或者社会人士 社会上的这些 我们怎么要有这个意识啊 来 提一下 想一下 大人购物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的环保袋 不要减少用超市的环保袋 这个字号在点头很对很对 你减少用塑料袋 减少使用这些购物袋 那我们可能不知道 几十里这些袋子 可能就会丢到什么地方去 会不会成为下一只海龟 不小心吃进肚子去了 可能可以活到200岁的海龟 可能就是因为你多使用了塑料袋 而造成他们的生命都缩短了 那真的是很可惜哦 好 所以来到此刻 想问一下 线上的这几位小朋友 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分享的呢 有吗 还有吗 可能我们要快速一下 我感觉到那么好 在思考 在思考 还是微微有什么话 想要跟这些小朋友分享的吗 是 小朋友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点子 就比如说 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海边野餐的时候 那可能你们可以说我们来做一个家庭活动 那就是到海边去捡垃圾 可以吗 你看到垃圾的时候捡起来 那收起来 那垃圾就不会被海水带到海里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亲子活动 你们认同吗 那现在我们请韦老师给我们来一个总结 是的 那我们的小朋友 刚才都透过了阅读四年级这篇篇章 最美丽的风景 也理解到说 爱护这个大自然 爱护这个海洋 真的是每个人应有的一个责任 所以小朋友 你刚才从文章的最一个段落 你可以看到 这些动物们都在祈愿 祈愿人们可以学习一起来保护大自然 不要去舍弃这些美丽的风景 所以看看这张图 我们看看这张图 如果在一个大海里面 有那么多的这些垃圾 塑料袋 罐子 瓶子 或者一些丢掉的一些什么 塑料瓶里面的一些毒素的话 想想看 我们也不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玩 对不对 我们下去游泳的时候 然后下去海边玩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环境 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 没有人会喜欢 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大自然 这样的一个大自然 那么美的一个海洋 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 在海洋里面 在海洋里面游玩 让海洋的生物也可以在里面 继续地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来好好地爱护这美丽的风景 每一个风景 每一个人多尽一份力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丽 所以小朋友 谢谢你们今天的讨论 谢谢老师 你针对小朋友们的表现 打几分呢 来一个 是的 今天针对小朋友的表现 可以在这个线上 这样子来互动来学习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拿六个星星 拿六个星星 但是这个六个星星 希望大家是不断不断地前进 不断努力 让他保持最好的一个水平 老师 今天这堂课的额外一些资料 可能可以从教育部的一个网站 拿不到 看得到 是的 从这个 Sumberku就可以找到了这些资讯 好的 大家要记得 地球就只有这么一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它